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金裡面提款 所以在今天的指數 它是創新低的 但是觀眾朋友 你需不需要非常的悲觀 我鼠方在之前 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說現在就是一個空投市場 空投市場要扭轉為多投市場 它非一朝一夕 它也不可能單腳 去做一些的一個反彈 所以你現在裡面來看 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來講 如果我們以電腦的圖來看 這一根黑真的很黑 而且去創新低 可是你實際就內涵上面來看 你自己要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等一下會探討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 我說台北股市有幾個理由 其實你不用過度的悲觀 第一個理由是 今天的指數是創新低 來到了16048點 請問KD指標有同步創新低嗎 KD指標並沒有同步創新低 這稱之為低檔的指標的背禮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技術面 請問美國股市到上個禮拜 我們台灣永遠是領先的 我們現在是弱勢的 整個亞洲市場都被被動型的基金 因為亞幣的貶子賣得一塌糊塗 因為說當你美國 他不斷不斷的升息或是縮表 你的公債殖利率是很高 因為說你不管你是從 美國的一些投資的銀行 我在這裡就談到 你去借錢來各個國家 炒作股票 炒作外匯也好 請問你是不是成本更高 你一定你的獲利要大於 將近3個percent 你才有利可圖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執著在市場上面 告訴你很多 似是而非的答案 為什麼是似是而非的答案 我就跟他講說 當你的公債殖利率是3個percent 以前是2個percent多 是3個percent 我們台灣定義為高殖利率 稱之為5個percent 對不對 可是你的5個percent 是從股價扣下來的 可是我的公債 我持有10年 你這個3個percent的公債殖利率 是穩穩放到我口袋 因為他10年之後 他就會把票面的100萬 假設他是100萬給你 你每一期 譬如說每一年領的洗澡 就給你了 所以他是不會 像我們台灣說的貼息 我們台灣的股票裡面 他是貼息 所以當你的公債殖利率裡面 越來越高 其實高股息 這個議題上面而言 它的吸引力是降低的 譬如說我是一個外資 或是我是一個投信 我去買高股息殖利率5% 公債殖利率3% 可是你的5%你一定填全息嗎 你如果貼全息呢 對不對 所以他是吸引力的降低 我在之前這個節目就講過 所以我說空投市場 要扭轉為多投市場的時候 他有幾件事情 你一定要去留意 第一個 整個一個羅馬 不是一天造就出來的 他必須要有時間 他去做淬煉 他必須要有時間 去做扭轉空投的一個習性 跟空投的什麼技術面 這是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剛才講說 台北股市今天的指數創新低 KD指標並沒有同步創新低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不管你的道琼 不管你的NASDA NASDA是不是已經被淋 或是你的肺半 肺半沒有破底 台灣跟整個一個美國股市 連結最高的 他稱之為肺半 因為我們台灣佔加權指數最重的 叫做台積電 台積電 聯電這類型 他是泛炸肺半 請問如果肺半今天一根藏黑下來 破底 他這KD指標會不會破底 百分之百 如果是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破底 他不會破底 不管他跌多少 他都不會破底 所以你自己要去知道說 今天的台北股市 他的指數創新低 但是他KD指標是低檔倍淋 美國股市就算今天大跌去創新低 他也低檔之中的倍淋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的持股比例不高 一直跟他講說 你現在就是持股比例不要太高 你持股比例不高 你又不是使用融資的 你殺在這裡幹什麼 我說我不是很懂大家邏輯在哪裡 我說空投市場的低點 他是要靠利空淬煉 他不是靠利多刺激 他是靠利空之中淬煉出來的 我就做個舉例好了 之前不是美國在升息 台灣在升息 很多人都叫你避險到金融個股 我就跟大家講說 這個邏輯上面表面 你看書本 看教科書很對 可是如果以我們15的了解業務範圍 金融個股的業務範圍 以受險為例好了 他不就是你給他錢 去買了他的一些的保單 他拿你的錢 再去投資到一些的股市 再是來去做賺錢嗎 尤其是受險個股 一般銀行他的利差是擴大的 可是我也講過 一般銀行的本益比上面 就是比較高了一點點 那我就問大家 我們不要說哪一檔個股 現在去講哪一檔個股沒有意義 你看金融個股 在這一波的補跌 是直接把你漲得都快跌掉了 可是電子個股落不落 之前很落 落到爆 對不對 可是你電子個股的低點 跟之前的低點是差不多的 很多電子個股到現在 是沒有創近期新低 很多的非電是到今天裡面 創近期的新低 我之前就有講過 在空投的市場上面 或是一個跌市 他必須什麼 先跌的先止跌 高檔的去做補跌 位階一樣大家都不跌之後 利空淬煉出來 這才是低跌 所以你看在最近裡面 之前位階比較高的金融個股 是不是在補跌 從另外一個角度跟大家分析 金融個股本來就升息的利多概念股 你一定會說那跌什麼 很簡單 跌外之後來都買金融股 跌外之後來都買傳產股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被動型的基金 他不像你想的 這麼的聰明 他不是 他其實就是一個程式性的交易 從匯率 匯率的生與貶 匯率是最重要 匯率是強勢還是弱勢 它是最重要 對不對 再過來再用期貨 再用選擇權 現貨是手段 對不對 如果說我在之前 我一直賣 一直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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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賣電子股 我後來一直賣 一直賣 一直賣金融股 我現在又要賣了 這邊已經賣過了 電子已經賣過了 他現在後來選擇是 後面部位比較多的是金融 你說金融賣就一定不好 不是 金融個股裡面 我剛剛就講 他除了我在之前談到 就之前都漲一些非壽險股 但是本益比太高 受險各國金融的獲利是衰退 如果大家都講高值利率低本益比 是唯一的一個考量 金融股在跌什麼 中鋼在跌什麼 中鴻在跌什麼 不是都高值利率嗎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不管你要買什麼樣的個股 電子也好 傳產也好 金融也好 不是在值利率這三個字 如果你要買高值利的個股 你還基本上一定要記住 他今年的獲利一定要有成長性 不然你就是賺了股息賠的價差 這是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上面 我再給大家看 先跌的一定要先止跌 對不對 然後跌勢開始趨緩 利用利空之中去做淬裂 剛才你已經看到了 譬如說電子個股也跌 今天台積電也跌 台積電也去做破底 但是台積電在今天裡面 一共是跌了8塊 8856 56點 300點不是台積電貢獻的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就跟他講 金融個股就貢獻很多了 金融個股 金融個股 這指數很大 除了電子 台灣就是金融 金融貢獻很大 有沒有貢獻很大 大家叫你去買農糧概念股 一樣照樣一根黑下來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你要自己要了解到說 其實在總體經濟面也好 股市裡面有分成資金面 基本面跟籌碼面 跟所謂的總體經濟面 現在就是因為全世界通膨很高 第一次通膨是中美貿易戰 第二次的通膨 是來自於全球景氣好到爆 第三次的通膨 這個叫惡性的通膨 它是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所造成的對不對 可是你問我說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造成的惡性通膨 什麼時候結束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對不對 我又不是普廷對不對 我也不是烏克蘭的一個總統 什麼事要和談 搞不好我們今天在講的 多麼的悲觀 明天他們就簽合議書了 都有可能 可是我們可以發覺到 我說過 當你的惡性的通膨 你最怕什麼 投資力的減少跟消費力的 一個喪失 所以你最好就少去碰那些 消費性的一個電子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以發覺到 在這種過程之中 台北股說 我剛剛給大家看 除了電子個股 在大跌300多點的時候 它的跌是開始收斂 還有一個就是 更早起跌的OTC OTC有破底嗎 OTC也沒有破底 所以我們如果把OTC當成一個 內支的一個指標 大盤當作一個外支的指標 先跌的電子個股當作看盤的指標 然後補跌的非電的族群 再開始去做位階式的調整 那這邊有什麼好悲觀的 除非不是在騙大家 而是告訴你 你看懂一些的門道 就如同我在跟大家講說 升息 大家一直在講升息 升息 我就跟大家講 升息的基本的條件 你一定要是景氣好 降息的基本條件 一定是要景氣差 一定要這種基本的 總體經濟的概念 我就說過在這一次 台灣開始升息之前 在民國93年 到96 應該說97年 直接一共升息了16次 這一段到這一段 一路升息16次 那你再來看看 他升息的16次 93年開始 我就跟大家看 升息有沒有跌 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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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重點是 如果你是在低檔之中 你知道的佈局 逢低去做佈局 結論是什麼 他後來有漲 可是你追高 每一次都只會追高 我告訴你 你也沒有賺頭 因為他的走勢上面 他就是這個樣子 他的高點上面 都是用墊的 用墊的 然後一直到97年的降息 我告訴你 兵敗如山倒 如果你們的邏輯是正確的 所以你一定要瞭解到 總體經濟面跟股市上面 他稱之為有效率的市場 他一定是升息之前跌 然後真正升息之後 他開始去做止跌 如果將來的經濟景氣上面來講 沒有這麼好 我告訴你 美國敢升息11次 我隨便他 不敢的 你看到現在 中國大陸還在降息跟降準 請問 中國大陸比我們強還是弱 到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基本面爛透了 但是他反而是沒有跌的 所以你這個裡面來講的話 你自己要分析出來 就是說就如同在最近 大家現在很多人才跟我講說 我原物料 不是說鋼鐵個股殖利率很高嗎 怎麼跌那麼深 不是這個怎麼樣嗎 怎麼跌那麼深 我就跟大家講 這是來自於比較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你自己要去思考很多 並不是說鼠方在這裡面來講話 安慰你 我從來不做安慰這種事 我如果要安慰你 我12月份不會告訴你說 2022年 他本來的操作就很難 但是我在這邊告訴你 我這裡也沒有很過度的悲觀 因為如果真的這麼的悲觀 基本面這麼爛 我不相信美國敢升息 美國敢升息的基本條件下面 就是他的基本面一定還是OK的 還可以去做支撐去做升息 我給大家看 台灣93年到97年 民國93到97年 升息16次 有沒有跌 跌下去上來 跌下去上來 所以重點是跌下去買 不是上去買 就像很多人在買了一些原物料 買到高檔意思是一樣的 你要想想看 升息是為了打原物料 我再之前就講過這個概念 你還去買原物料 現在原物料價格下來了 剛剛好 這本來就是這樣要打 他就是要打原物料的價格 現在原物料下來 不是就是你們現在最怕的通膨 好怕好怕好怕 不就降溫了嗎 所以我說2022年 他一定是福貨相依 升息打通膨 打了通膨原物料價格下來 你現在光是鉛 銅 那期貨全部都下來了 對不對 你下來之後 那請問你 你現在還跟我講通貨膨脹 那不是太慢了嗎 大家一定要有這種概念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間點 主方就講過 我還是用一根很 善良感恩的心 我說過2022年絕對不好做 我也講得很白 他操作的難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在這種過程中 我還是認為關鍵性的5月 我說關鍵性的5月 一個是美國的升息 一個是中國封城的結束 公佈4月份的營收 利空出境 今天PCB有一點開始了 我說有兩個族群要觀察 一個PCB裡面的ABF 一個就是汽車版 汽車相關的 再過來就是5月15號 第一季財報公佈 所以利空出境 匹吉泰來在港恩的心 就是港恩5月 我講白點就是5月 5月就是利空要淬煉 淬煉這個底部到底在哪裡 所以在這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投資朋友如果要跟上我們 利用這一次我給大家看過 在這一次裡面 所有的一個降息或升息的動作 升息是不是利用低點 表示景氣還是好 股價還是緩應它的景氣 最終剛開始流年升息 流年不好跌 升息本命好還是會漲回來 所以你要利用這個 低進高出的邏輯 來應付這2022年 所以在這時間點 台北股市既然已經修正下來 而且對於利空的鈍化 尤其電子個股 所以尤其電子個股 它是越來越明顯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利用5月份利空出境 匹吉泰來的月份 加入我們感恩星的一個計畫 享受比較長的會期 比較好的一個價格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蘇芳剛剛有談到說 其實股市是非常有效率的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裡面 有很多的東國公司 站在反映 譬如說明年的狀況 後年的狀況 譬如說成熟製程就是 你現在告訴我說 聯電到底有什麼利空 無論從4月份的營收 無論從第一季的季報 你也看不到有什麼利空 主要整個市場上面就在反映 因為你基本上 你的成熟製程 不是技術面的一個問題 你的技術大家都可以做 連大陸都會做成熟製程 有錢就可以做 大家就怕他你今年擴產 那麼多 明年擴產這麼多 可是你的景氣 受到整個惡性的通膨 通膨的原因 消費力道的一個下降 你有那麼多的產能 你不是就變成功過於窮嗎 就是這個樣子 幫你看整個一個聯電 4月份營收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你不要說整個聯電 我剛才給你談到的 原物料相關的概念個股 也一樣 原物料相關的概念個股 你自己看華星 1605的華星 這5月6號就公佈了 4月份的營收172.02 然後3月份的營收160.38 連增連增 第一季1塊1 今天為什麼跌翻掉 你如果買到最高 從最高48 跌到今天的38 剛好10塊錢 25%左右不見了 算20%好了 20%不見了 如果是台積電 你就是跌到多少錢 100多塊錢不見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這種東西就是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 股市是非常有效率 在反映未來 可是很多的投資朋友 或是我聽到一些 盤中連線的分析 一直在講現在 一直在講第一季的一個財報 你這樣子 你回答我華星在跌什麼 對不對 華星4月份的營收很好 聯電的第一季季報也很好 4月份的營收也很好 他到底在跌什麼 所以我個人就覺得說 因為每一個個股 跌到某一個價格 就像聯電一樣 你跌到某一個價格 你到了四十幾塊錢 你從七十幾跌到了四十幾 你才說他不好 莫名其妙 我就跟大家講說 他本來就是反映明年了 明年可能沒有這麼的好 基本上你跌到了這邊 你也可以等待一個反彈 我剛剛就跟你講 你不能夠說 他要漲到七十幾回到以前 談到五十總有機會 談上來總有機會 這就是你自己去想的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4919的新唐 我說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利空出境 匹吉泰來 這市場上面永遠都是這樣子 你自己看 當時我就跟大家講說 他當時候200塊錢 投信一直買 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跌勢之中 這些中時貨會怎麼做 反正你只要跌15到20% 你就砍 對不對 你買200塊錢的 你到160你就是會砍 你160砍完之後 就是一般投資朋友 看到投信砍了 你就開始砍了 砍看看砍到130幾 140幾 你自己不管 你亂砍 我買他有什麼不對呢 我就說過如果你買130 140的 漲到了170 上個禮拜有170 你是全部的人都解套 你就算買到200多的你都解套 你一定要他解套的賣壓先消化掉 先消化一下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要說130 140不買 你170告訴我他有多好 然後外資 外資 莫根史丹利說上抗242 你也不管外資買了一套 到底是有沒有隔日沖的 你等他沖掉再講 這就是一個道理 我常跟他講說 你自己操作股票 你自己要去知道 那就像4968的利基 我給大家看 這個利基你知道 我之前是做過 之前曾經做過大漲這一段 從1 200塊漲到600多塊這一段 我有做過 你看他的月圓我給大家看 他如果好會從600多 將近700塊跌跌 跌到現在200塊170 你要加他業績如果都這麼好 會跌成這樣嗎 不太可能 腰斬再腰斬 他現在就是說 是不是最壞的情況過去 因為他們公司要用CV 公司要用線增 要去做擴張重能 Wi-Fi6可能以後 未來的手機80%都要用 大概是這個樣子 可是他大概要下飯年才會好 所以你買他就是買什麼 長線上面的基本面的轉折 對不對 我就跟他講說營收哪有好 4月份哪有好 可是4月份的300 有沒有比333 252 276 好一點點有 這就是說我跟大家講的 就像337的精彩 我也跟他講第一劑爛透了 第一劑1.31 人家買什麼 買他一樣 整個一個精彩 你自己看 他是不是整整跌了多少 跌了從109年 跌到現在111年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才要去追高 那不是很奇怪嗎 你去選擇一些已經有利空 出境打長線大底的個股 這樣的話你的財富 是不是就有機會匹級泰來 就是在等待這個空翻多 整個現在是空投 然後扭轉為多投趨勢的機會 用利空不斷不斷的淬煉 空投市場一定是用利空淬煉 不可能是用利多 用利空之中去做淬煉 匹級才會有泰來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趁著這個時間點 要加入我們盤重的操作 感恩的新的計畫 享受比較長的匯級 比較好的價格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打電話進來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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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